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謝樹人學生會和演藝學生會 去舉行這個論壇 實在是得來不易 我們發現原來香港自由 或者言論自由 這是每一個人生來必然擁有的權利 但是都會被人奪走 就像今次的場地一般 這個路柱又說不知什麼問題 又不讓我們這裡做 最終我們現在在北如宮裏面做一個論壇 是很不難的 我不知道他們以為今次是搞MMA 即是一個自由駁擊論壇還是怎樣 我心想如果是MMA的話 大家會看到我陳偉業議員示範了什麼叫和平理性非暴力 舉高雙手不過任齊 可能是這樣 講回正題 今次是講一個抗爭的手段 我呢 就不講底線 但是講原則 有兩個原則的 第一個原則 就是捍衛香港人的生存空間 有人要侵害香港人的生存空間 利益 身家性命財產 我們就要捍衛 第二 就是用任何有效的手段 什麼叫任何有效的手段 做到事就行 不需要限制武力 暴力 或者是一個和平的手段 如果我唱歌能夠令到香港獨立的 那就唱歌 如果流血革命 能夠獨立的 不流血革命 兩樣東西沒有衝突 不會說死拿著一件事 上年在電台 有個主持問我 陳浩天 究竟你的原則是什麼 你是勇武抗爭 還是和理非 我說 兩樣都可以 那你這個人是不是很沒原則 當然他不給我機會回答 我心想就是 吃東西可以吃飯 吃意粉 你不要吃飯 明天吃意粉 沒有原則 不是的 採取有限的手段 填得飽 那肚子就可以了 所以我說 我早上去收集簽名 晚上去搞暴動也可以 你出國賬 有用 有用就做 那些演藝界的朋友 其實你們的角色都非常重要 你可以透過一些叫做 舞台劇 音樂 藝術 作為一個抗爭的手段都可以 但是不需要排除其他的手段 例如武力手段 你可以入口去做舞台劇 然後晚上去搞暴動 第二天繼續唱歌 都還可以 我知道你們是鐵人來的 這班人 演藝界朋友 所以我覺得大家 不應該限制一種手段 那OK 有些人說 我接受不了武力 我只能夠唱歌 還有滾高雙手 我接受不了還擊 或者怎麼樣 OK 那你就和平 就是你坐在那裡 有其他人就做 可能我旁邊的人 喜歡丟磚頭 你是不是喜歡丟磚頭 那你就由他丟磚頭 你不要限制其他人 不要為你獨磚 你不是大佬 以前的泛民經常都說 他給我們一個訊息 我就自道道 真理生命 若不值著我門 沒有人能到民主那裡去的 你不跟著我做 你就不是支持民主的了 你不跟著我的方法 你就是破壞運動 不是這樣的 你有你做 我有我做 說得好聽一點 就是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但是是兄弟又 另外一回事 我都支持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有個暴頭 扭棍 打他的頭 和不和平 和平 暴不暴力 非常之暴力 他不還手 你不理性 不理性 所以我主張 如果 有人要攻擊我們香港人 我們就制止他 這樣才會理性 制止他 那就沒有暴力 那就和平 所以我是支持和理非 其實這些手段 和平 或者武力 其實沒什麼好討論 這是常識 你當然是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你不會唱十年歌 都沒有民主 你還繼續唱歌 不會的 人們會進步 我們 這些是不需要討論的 民主不民主 太基本 本土不本土 這些太低層次 我們都不需要討論 因為是要武力 還是和理非 兩個都做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的論壇 我希望能夠討論得深入一點點 有什麼導致到 我們會進入今天的論壇 為什麼會有些人說 只能夠限制在和理非 不能使用武力 或者其他手段 我會說 為什麼呢 泛民就 堅持一個和理非 我們這些走前一點點 又會被他堆 不跟他的方法 又會被他罵 又譴責 又割蓆 又篤灰 為什麼背後有這樣的原因 我相信大家 要去想一想 我自己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泛民為什麼要譴責我們 為什麼要篤灰 為什麼不讓我們進行一些有壓力的抗爭 第一 因為私利 我們做得好過他 怎麼辦 他失業的 他靠找這行飯吃 如果我們打破了飯碗 怎麼辦 好 第二點 我覺得 他們是天朝最忠實的神子 他們其實都是建制派 他們都是覺得 習近平這個大帝 習大帝 就是習大帝 他們會和北京說 或者習大帝說 不要偏聽啊 皇上 不要聽建制派保皇黨說 都聽我們說 其實他們都在建制裏面 他們都覺得那是皇上 跟我們是不同的 其實 說到尾 他們都是一大中華主義者 他們是忠實的神子 如果 有人要打破 香港是要被中國統治這個原則的話 他就會攻擊那些人 他們最終的目的就是 希望 中國能夠統治香港 無論用一國兩制也好 直轄市也好 總之 不能夠脫離中國 這就是他們背後為什麼 他們要攻擊我們 因為我們要脫離中國 他們是大一統派 我們是獨立派 希望大家 以後都分清楚 為什麼 就是想清楚 為什麼會有 這些和理非 或者武力的爭拗 到最尾 就是因為 他們是大一統派 我們是獨立派 希望大家 加入獨立派 進行有效的抗爭 令香港成為一個自由 而獨立的地方 多謝大家